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5月31日表示 拜登政府仍致力于重新开放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并正在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一步讨论该问题 据报道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8年 将华盛顿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并关闭了该市另一个单独设施 该设施是巴勒斯坦人领事馆 美国前任总统乔拜登承诺重新开放 但尚未确定日期 以色列公开反对该计划 并建议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 设立这样特派团 普莱斯在例行先发布会上表示 重新开放任何外交设施都需要采取许多步骤 以色列时报5月29日援引身份不明的美国和巴勒斯坦官员化说 华盛顿计划任命国务院 现任该地区最高外交官哈迪哈姆尔作为特使 而不是重新开放设施 31日当被问及这份报告时 普莱斯说他没有任何人事公告要发布 准备 fai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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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 witnes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